仔仔周一鸣8月9日女生帅气黑色西装为男性取面如代言 今日也在主持人黄紫焦幽默的主持下 一向沉默那一向她比起以往话多了许多 招牌笑容依旧秒杀现场无数少女 细细情人节即将到来 但忙着工作的仔仔似乎要像往年一样在工作过程中度过 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有什么规划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这一次又是在工作当中度过了 你会不会抱怨啊 都没有工作太忙都没有 不会啦 感情的东西其实我们大家都很随缘 对 那好像会不会礼物过来 嗯 我不会特别去 去在什么节日去准备礼物 日前仔仔正在拍摄杜琪风的电影 单身男女二 搭档不是别人 正是赵亭 正坦女友高圆圆 哦圆圆是一个 我觉得他非常nice哦 然后他的 呃 他给人的一个风度跟他的气度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肯 肯学习 所以在一起呃工作的时候 我们拍同一场戏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互动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些互动都是让我觉得 呃印象很深刻 而且非常好的经验 当年金钟奖上有传赵亭 因靠老爸人脉 把本属于宰宰的最佳男演员奖项 硬生生地躲走 至此这对痞子与英雄的组合 渐行渐远 而这次拍戏 本应是两人言归于好的一个奇迹 但仔仔言语间对Mark避讳 目前还很难看到两人破冰的希望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